高雄長期的這麼嚴重的虧欠 在政黨輪替之前 還嘗試的去做一些掩飾 這其實我們才知道說 原來這個洞這麼的嚴重 這個洞這麼的大 這不是民進黨的人 老是愛講說什麼南北差距 就可以差 就可以糊弄過去的 也不是說全台灣的人 長期虧欠高雄 所以高雄就可以這樣揮霍無度嗎 今天如果這三千多億 換來的是高雄的施工 公共的品質 公共工程的品質 換來的是高雄真的不淹水 換來的是高雄的路況不會有洞 換來的是高雄的產業 真的成功的升級了 那我們沒有話說 但是你花了三千億之後呢 這種公共品質 這種生活品質 不然市民會變了 動不住了 現在又在講說 陳菊在這個過程當中 賣了很多的土地 我覺得賣土地是最不應該的 這些所有的買賣都應該是去查清楚 到底哪些人買的 到底是怎麼賣的 這些買的人裡頭有沒有我們很熟悉的大咖 我覺得這些都要去查清楚 至於利清商跟營造商 他就是怕他偷工減料嘛 因為我要照這條路 利清商就原料也是我開的 那我就可以從中間省錢 那我如果要省錢的話 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就偷工減料 那如果不是因為偷工減料 為什麼道路品質這麼糟糕 為什麼會有幾千個坑 全台灣就是你們高雄跟台南有坑 那人家其他地方的馬路 就不會有這種坑 對不對 你高雄的地質有多麼的恐怖 有多麼的特別嗎 那所以這就是你的施工的品質 你的招標開始就有很多的問題 那這些當然都是通通都要去清查的 其實對韓國瑜來講 這個負擔真的很沉重 我坦白說 你以現在用千瘡板孔 來形容高雄市是完全不為過 因為它事實就是如此 你不要增加預算就不錯了 不要再負債就不錯了 你還要還錢 這何其困難